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每个甜点都有名字 因为一个甜点 一个角色 帮我开门 好 米圆花的习惯很严重 就像我帮我的蛋糕醇米一样 这些东西我都不把他们当知情 就是在我眼中看他们就是 就是工作服在自己人家 走进厨房犹如进入他所导的剧场 这个声音响起就像导演高喊CAMERA 属于颜一柔的甜点故事正式开演 没有想象过说我自己可以拥有到这么大的我想 就立刻帮他命名叫柯博文 但是冰箱一直叫冰箱 大学主修导演和演戏的他 毕业后没有从事表演工作 反而穿起围裙开始做甜点 不是餐饮课般出身 做出来的甜点却能常常秒杀 甚至吸引大企业亲自上门洽谈 如果我们日高的产品 产人这样 我就是会先问他们说 那你们希望大概要基本量是多少 然后讲到一个天文书 就是我们日常产的 就是整整那个三四倍吧 手座无法量产 却藏有机器无法兼顾的细节 当然手座的温度和用心 绝对独一无二 不只烹煮方式要细心 就连挑选什么食材来制作都非常重要 因为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 所以要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清楚了就要不停找寻 所以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一直问 你就是 你问到厂商觉得烦 你是不是要偷他的商业机密 你就是要问 你问清楚了 你也才有办法跟消费者讲 食材好才能做出美味又健康的甜点 如同好布料才能制成好衣裳 抹茶柠檬塔 最后套上的外衣 如同翡翠般的天然色泽 选用日本进口的金刚抹茶制成 看得见的外观需要用心 看不见的内馅制作 需要加倍喜心 像是甜点制作绝对不能缺席的糖 好坏差一点就差很多 我就是觉得就是用台湾 自己生产的砂糖这样子 然后也这样去定很多的精致的 精致的再加工的那个步骤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用二号砂糖起调 然后只会往越贵人的地方移上去这样子 鸡蛋挑选也不能马虎 完全是真的牛鸡蛋 不像其实在都市 或是很多大海的东西里面 你看它那个蛋打出来 它变成这个黄色 它是 它是有点接近橙色 像这样橘红橘红的 但是其实那个是 你在它饲料里面加东西 它蛋黄它就是这个颜色 为什么它们可以一起种 都可以啊 就是爱种哪里就种哪里 对 你喜欢种到哪里就种哪里 这种随性的风格了 这一天我们跟着小柔 来到南投仁爱乡卡杜部落 找负责饲养鸡汁的高妈妈 先抓然后先砍 你这砍太多只了吧 我已经砍一只可不可以 这时候正缝鸡汁的下午茶时间 端上的茶点也别有用心 讲求现砍现吃 它就这样 你看 很乖啊 在帮它按摩吗 对 它很喜欢按摩 这里的鸡 还有马沙鸡服务 真的太好命了 而且每只鸡 还能自由走动 摆脱传统饲养方式 必须困在笼子里的命运 因为我们这个是人道鸡 人道鸡 对啊 这帮它们自由啊 它是想生鸡蛋 它就从盗里面去 真的有一窝蛋在里面 好可爱哦 像这样你看 有在那边 哇塞 它的意思是说 不要捡它的蛋 因为它要敷 因为它要敷 可能是这样子 好可爱 它没有跟我讲的 我知道 高妈妈说 每只母鸡吃得健康 又有好心情 生出来的蛋 品质才有保证 也因为这样 吸引小柔 特别买来做自家蛋糕 了解到那个食材生长的环境 可以越了解就是越好这样子 而且它才有办法 你就是说透过选择食物跟食材 你很在意的话 你才有办法真的去 达到改变环境 因为像这种比如说 像阿姨养人道鸡的 我们就是要去支持它的蛋 所以 人道鸡这种饲养的方法 它才有可能继续推广下去 只是说也奇怪 这位年轻女孩 为什么这么重视食材来源 原来颜一柔学生时期 当过演员 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 吃进嘴里的每一口东西 都要斤斤计较 因为我之前练剧场 在做演员的时候 我就很在意吃这些东西的 我吃下去的东西到底 它到底到最小的成分 它是什么组成的 然后对我身体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的她 毕业后却不再演戏 她说为了养活自己 和照顾爷爷奶奶 选择在饭店 从事业务工作 原本以为 人生就这样安稳过日子 没想到五年前 从小带她到大的奶奶 却突然生了重病 过完年后不久 奶奶的病情就真的恶化了 然后在中间就决定说 那我就要自己创业 因为我不可能再回去 朝九晚五的固定的 打卡的工作这样 我也许有什么 万一我就要立刻 回到奶奶身边 于是她辞掉工作 想想自己到底还能做什么 后来选择卖甜点是因为 我的前男友觉得 我的甜点很好吃 但是交往以后 我才知道说 她是一个不吃甜点的人 那连她都说很好吃 就给我很大的信心 创业有时候 就欠缺跨越第一步的勇气 有了信心的颜一柔 开始在家里做甜点 透过网路销售 创业第二年 慢慢有了知名度 也开始有新的伙伴加入 不是大厨也不是名师 而是一份想给家人最好的心意 或许这份心意客人也感受到了 甜点生意 开始有了起色 我会把上面写三颗 然后后来夏宇说 他们要做七颗 不少顾客一吃成为老主顾 甚至还成为员工 像是总在小柔身边 帮忙的一帧 过去就是这里的常客 等一下我来 好啊 很好 就是还蛮常来卖的 就是只要有 就是柠檬起司蛋糕 我就会来卖 演艺柔的甜点 似乎藏有一种魔力 让喜爱他甜点的人 一吃上瘾 还不断介绍给身旁朋友 靠着口碑相传 创业第二年 他已经有能力租下店面 作为厨房和外带区 要琥珀吗 好 它是839元 今天才有那个布丁吗 布丁今天卖完了 不好意思 那先做这个吧 好 忙着招呼客人 他是中漢 同样戏剧系毕业 现在小柔创业第三年加入 不只有他 小柔很多戏剧系的学长姐 都是甜点店的成员 一群浑身是戏的人聚在一块 不只甜点口味 颠覆传统 连宣传手法也创意十足 在这边的话 有什么问题就尽量提出来 因为我们这里 绝对不是一眼堂 好 你刚刚来这边上班的时候 小柔就可以跟我们讲说 你有什么问题 就想说很亲切这样 你有什么问题就尽量提出 那有时候 反应线都可以讲 因为我们这边 绝对不是一眼堂 绝对不是一眼堂这样 然后后来就再衍生出 就是把人关进厕所里面 像我们有时候 搭订单的时候 其实就是坐到晚上 十一二点 就是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那我觉得 藉由这个影片 也是让他知道说 其实没有想到这么的好玩 对 这当然有趣是有趣 实物我们自己 要是觉得疏压 不管是拍片 还是站在柜台前 替顾客解说 对于小柔来说 尽管没有继续当演员 却从未停止表演 被观看的过程 我觉得它也很像一种表演 一个 你在传达那个讯息 其实我觉得跟你做演员 舞台剧或是在镜头前面 其实我觉得是很想像的 我并没有觉得说 我现在改到这个行业以后 好像很遗憾 说我不能再做一个演员 我反而觉得 我反而觉得更 可以做的事情更宽 宽广一些 不局限 反而开创更宽广的路 演艺柔就是最好的例子 创业第四年 它有了属于自己的甜点店面 尽管食品大小 没有椅子 只能站着品尝 客人依咒慕名而来 太好了 觉得很好吃 太调 因为我很害怕 四个喉嚨 会有痰味 有蜜蜜 然后可以 甜而不腻的甜点 没有缤纷色彩 没有华丽装饰 平凡外观 却藏有不平凡的口味 她没有要把成本 放在说 要所谓的拉花 所谓的很多罐头 但是她的口味 她的用料 是非常实在 非常道地 而且是奶奶想要 传给大家 就是像她奶奶的奶奶 也就是她 传来给她孙女的 就是我用最好的东西 给你们吃 想做最好的甜点 是演艺柔一直秉持的理念 只是创业一路走来 有没有想放弃 小柔坚定地摇摇头 就因为奶奶的一句话 她就是跟我讲说 她就说 她就说 演艺柔啊 她就说 你不是要卖甜点吗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那你拿来让我试试看 她说我还没有吃过 你做的甜点 然后起来那时候 已经很久 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的创始甜点 是提拉米苏 然后我就去冰箱里面 拿了一杯提拉米苏出来 这一幕 深深烙印在小柔心里 觉得说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 还是就是站在一个 奶奶的立场 家人的立场 她还是 跟我讲说 我还没有吃过 你做的甜点这样 然后 因为这样问 而问 就是代表 她还是很在意 她还是在看 你在干嘛 这一个瞬间吧 我就再也不可能去放弃 做甜点这个工作 因为 因为我觉得最后奶奶 她也是有参与到这个 奶奶给的爱 让演艺柔的甜点故事 没有提早画下句点 反而加入更多的角色 接下来就看她 要如何诠释 属于自己的甜点人生 天气逐渐热了 这个时候来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 最对味 广告回来 一杯鲜榨莱姆汁 不但让人神清气爽 背后还有一段 父子情深的感人故事 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这位故事主角 叫做曾文曾 种植无毒莱姆超过20年 但每道产季 就会生产过剩 舍不得老父亲的心血泡汤 七年前 他的小儿子曾俊豪 决定要帮父亲种的无毒莱姆 增加知名度 他离开新竹 北上开启果汁店 一开始 创业的第一年 过得非常辛苦 还曾经要靠超商下架的商品来果腹 不过现在 他已经拥有了三家店面了 一块来探究他 逆转胜的成功关键 平日下午 这间小小的店面 充满人气 旧与新知都来报到 我儿子刚才觉得他不熟 还好 我小时候也是叫他 儿子叫小胖子 我现在不敢 我不知道叫他什么 跟顾客就像朋友 他是这间饮料店的老板曾俊豪 个性豪爽直率 认识久一点 又能发现他重情重义 好喽 这样一百二 谢谢 店内装潢 完全就是他个性的写照 新潮设 却不忘在墙上摆满回忆 当中少不了养育自己的爸妈 或许骨子里就是有点反骨 就连卖的饮料 还得兼具创新和传统滋味 凤梨莱姆酸酸甜甜 清爽不甜腻 桑胜莱姆两种酸 搭出多层次口感 这一间假日好大概 最好有到900 平均大概是500多左右 如果是连冬天一起去平均的话 让客人不断上门的好滋味 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 原来店里的果汁 主要选择莱姆汁当作基底 再来自由搭配不同口味来做变化 只是要顾客回头 莱姆得新鲜现炸 用来搭配的凤梨桑胜等等 需要手工熬煮 以前农家还没有改良的时候 种的叫做台农山 那个凤梨是有酸有水有香 它的水很多水分很多 她是曾俊豪的妈妈 手工熬煮的火全靠她 她说要拿来搭配莱姆汁 凤梨除了甜还要带点酸 只是香气能不能逼出来 可是藏有诀窍 第一点我不要用瓦斯 瓦斯的火是这么高 它不管你几% 12%还是9% 它的火就是固定的 就是这么高 它这样滚不起来 香气不会出来 画材刚说完 香气已经阵阵飘出 这时候手还得继续搅拌 则妈妈说 必须搅拌到冰糖全融化 不然锅底可是会烧焦 只是整个过程 费工又费时 难道都不嫌麻烦吗 你有没有听人家说 麻烦才会出细工啊 我这个麻烦啊 能让人家健康 能让人家吃到好吃的 能让人家吃到 卫生的古早味那些 配角凤梨煮好 主角莱姆当然得好上家好 这边剪掉 这个我们都不要 好 这个是八分熟 九分熟了 新鲜的莱姆出自 他们新竹老家的果园 多年前 曾爸爸因为朋友 赠送他的莱姆苗 开启他的莱姆人生 我去他那边的时候 看到这个水果好像 我没有看过 很漂亮啊 那个形状很漂亮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能不能 送我一两棵让我种种开 他说可以啊 他就送我两棵 那两棵我就开始种 那时候应该是民国八十一年 旧杖仲莱姆二十多年 始终坚持无毒栽种 所以除草不用除草剂 全靠自己一步一脚印 当然也不分洒浓药 来 来 来 所以走进果园 你总能看到鸡鸭鵝穿梭其中 或在老板娘身边打转 像我这些动物 我这些鹅 它们和我们也相处 我炒是 它也帮忙割 虫的话是鸭子帮忙吃 儿子不吃虫 他是现在来邀功了 对不对 只是坚持不喷药 根本是自找苦吃 因为无毒等于张开双手 欢迎害虫进门 一年有时候把我 搞死掉十几二十颗都有 那个不得了我十几二十颗的损失很重 那一颗都是好几万 因为我那个十年八年的数 那一年的产值可以将近一万块 光是产值的话一万块 你看二十颗下来不得了 就算损失 曾爸爸也完全不放弃初衷 他说万事起头难 只要找对方法解决 总有办法能够克服 天牛最重要 一定要把它做好防治工作 我又不喷药 所以怎么讲 就是要把它隔绝 用东西用布 或者用沙网去包 把那个树整棵的 它的树头 肌部 把它缠绕那个布 把它包起来 不要让天牛不能在那个地方缠乱 好不容易莱姆度过重重危机 没想到问题又接种而来 每到产季 产量过剩的莱姆该何去何从 曾爸爸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新鲜莱姆泡成醋 来延长寿命 莱姆要如何变成醋 过程也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 采收下来的莱姆必须先洗干净 再来擦拭干净 尽量减少水分残留 最后再自然风干一小时 才能拿来泡醋 依照一定比例加入冰糖和泡醋浸泡 最后盖上瓶盖 再上头写上年份 就可以放进地窖 跟着它我们走下楼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又一排玻璃罐 就像走入人类大脑的记忆区块 一个又一个的罐子 保存着不同时间 保存下来的不同回忆和滋味 刚开始的时候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前 要去摇一摇 每一罐都要这样 对 摇一摇 成功率比较高 只是莱姆醋要泡多久最好 用一个比喻来说 就像我们被封存的酸苦回忆 需要一点时间沉淀和改变 等到时间久了变成成年醋 就算泡成醋还是卖不掉 让小儿子再也看不下去 他是看到我们 他是看到我们做的醋 摆了一大堆 越摆越多 他就想说 这个没有把它卖出去 不是办法 摆在那边 不能变钱 他就说 他要去台北开店 就这样 增加了莱姆 不只有了新的生命 也改变了曾俊豪老哥的命运 回来看我们两老做的这样 做到真的 我老公背那割草剂 背到这个颈部都受伤了 人家是割到一天 就是做八个小时 那我老公 他一定做到 背上的油用掉才休息 不舍老父亲太过操劳 留在日本长达15年的曾一峰 去年也关掉在熊本经营的卡拉OK店 回到台湾 回到他熟悉又陌生的家乡 完全不一样的行业 卖酒 给人家唱歌 然后给人家玩乐 对 跟现在这个差异最大 差异最大就是一个做白天 一个做晚上 习惯吗 不习惯 可是还是可以慢慢适应吧 一个莱姆园 让全家团圆 一家四口分工合作 棒棒在新竹成为强力后盾 兄弟俩可以毫无顾忌 在台北打拼 那是桑胜吗 桑胜 那你直接拿来 身为哥哥走进店里 却要听弟弟的 因为是他 让老树增添心芽 是他有理念 他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做给客人 可是他 卖东西他又没办法 那他的东西如果给经销商卖的话 那他又是做一下果农的事情 就是拿那个保利 不舍老父亲 心血付诸流水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又听见一首歌曲 让他下定决心 告别故乡 来到台北打拼 林昌 向前驾 哪一段啊 为什么 你自己听啊 他的歌词很多都是啊 就是要告别故乡的亲戚啊 然后台北有很多东西都比乡下好 我刚才听这首歌是会掉泪的 现在越听 越自然 说得毫不在乎 其实自己已经变得更为坚强 因为创业一路走来 就算周遭人冷言冷语没有停止 也没停止让他努力 这些讽刺 反而成为他最好的试炼 其实听久也是习惯了 自己的保护层要打厚一点 所以人家讲什么你就信 你认真你就输了 就不要跟人家认真 嘻嘻哈哈带过 人家对你印象更深刻 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他不服输的态度 也因为这样的个性 头一年开店生意不好 曾经一天只有六百多块钱 他还是不愿伸手跟爸妈借钱 曹壮实情的艰辛 也是他店里生意稍有起色时 才让爸妈知道 不愧让人家知道我没钱吃饭 太尴尬了 为什么 不好看啊 因为这个人也是死要面子 因为那时候他说我唱衰他 他也不敢讲 他连吃饭都有问题 人家下架的东西他拿来吃 你知道吗 他蛮可怜的 只是看到儿子在台北吃苦 为什么身为父亲 没有在这时候拉他一把 劝他干脆回家 曾文曾给了这样的答案 我们不会劝他不要做 因为做什么事情都是万事起头难 你没有经过这个前面这些干苦的话 你看哪一家老店不是说 开始的时候是不好 然后慢慢后来是很好的 果然增加了饮料店 在开店第二年慢慢有了起色 甚至打平 到了第三年已经开始赚钱 直到现在兄弟俩一起经营 已经有三间店面 结果我小孩子真的是 我自己打拇指送我的孩子这一只的 不要怕寂寞 好的东西是不会寂寞的 不论是坚持无毒栽种莱姆 还是坚持北上创业 就如同曾文曾所说的一样 坚持初衷做最好的东西就不会寂寞 一家四口也因为莱姆园 团圆一块不再寂寞 有一首歌曲《小丑》 歌词写道 请牧师欢笑送到你眼前 落幕时的孤独留给自己 或许这也是下一段 节目当中的故事主角 他的心情写照 这位青年级生 决定要成为一个小丑 带给更多人欢笑之前 经历了一场家庭革命 广告回来 听听这位小丑 在卸下了厚重的妆容之后 背后一段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看到这位青年级生 他选择为世界带来欢乐的方式 相当的不同 26岁的刘燕廷 大学时代读的是电子工程 父母原本希望他毕业之后 可以成为电子新贵 但是他大二那一年 接触到了小丑表演 从此爱上了 为他人带来欢笑的感觉 于是呢 他在毕业之后不顾家人的反对 就选择当小丑成为毕生的置业 4月初还远赴美国 参加小丑协会比赛 获得世界冠军 我是画兔子在脸上 所以说他的耳朵的线条 要特别去修 一下子化妆 一下子准备道具 仔细确认每一个细节 一个大男孩在后台忙来忙去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位小丑装 直见眼前这位 穿着小丑装的这个人 把手上的气球扭一扭 仿佛失了魔法 变出一只只的动物 栩栩如生的模样 让观众看得很开心 我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小朋友他给我的feedback 他给我的笑容 他的回馈 是我最大的动力来源 各位喔 准备好了 我们赶快 你来你的各位 跟着我们一起烙场吧 台上台下完成一片 欢乐气氛弥漫群场 每张脸几乎都挂上 开心的笑容 刘苑廷说 这个画面就是身为小丑 最大的成就感 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 我送货 对对对 送货是他的主页 别种的喔 我帮你问 你要海绵的吗 不要海绵的 不要海绵 你要这种刷子 但是你要别种 在家中经营的五金行里 静静出出 一会儿招呼客人 一会儿收拾东西 还会不许跟妈妈聊天逗嘴 他常常这样顶我 真的讨厌 对啊 真讨厌 他觉得我不够稳重 但是我觉得不会 中午一到 摇身一变 刘燕廷变成了 安亲班里的行政人员 热爱小孩子的他 常常跟小孩打成一片 有的时候 甚至还会小露一手 表演魔术 一 二 三 过去 啊 你跑过来 耶 开朗个性 阳光笑容 所到之处几乎都有笑声 但其实以前的他 可是很害羞 因为其实从以前 我是个比较闷骚的人 就是我要到比较熟 我才会变比较 就是三八一一点 从小成绩优异 从私立国中高中 一路考上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 原本以为学成之后 可以循着爸爸的脚步 成为电子星柜 未来一路顺遂 但是刘燕廷 却是踏上了另一条路 是因为喜欢做志工 但是我不想要做 一般单纯的志工 就是陪伴或行政志工 所以说我想要做 学一项才艺 然后刚好我对魔术有兴趣 我就加入了魔术社 刚好在社团当中有 上一堂出街的气球课 然后我就开始爱上气球 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说 读书念书是最好 最棒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一直告诉我说 读书不是人生的绝对 所以他一直觉得 他要体验人生 所以这一点很奇怪 爱上魔术看气球的刘燕廷 每天看影片自学 甚至还到气球店打工 为了学好折气球 下毒功夫 直到大儿那一年 在老师的建议之下 他画上了小丑妆 没有想到这一画 让他爱上做小丑的感觉 当我是小丑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以带给 带给更多的小孩子 更多的憧憬 更多的 更多的想象 是 不是小丑的我 能做到 画上小丑妆 仿佛让自己更有勇气 将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但当时对小丑 还是很外行 因为技术不好 画了血盆大口浓妆 把小朋友圈下哭了 是每一场毕一哭 因为他很 小朋友看到我都觉得 我不是人 对 他们都会觉得 我是一个生物 然后一个很可怕 一个血盆大口的 一个怪物 然后他们看到我 他们就 都在哭 即便如此 他不灰心 努力的让自己的表演不一样 于是 他突发奇想 把自己擅长的气球 加入表演当中 每天不断苦练 那个时候 就是几乎每天 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天都只有七个小时 对 然后那个时候回到家 就是真的是 贪卵在床上 就是那个手 是没有办法举的 就是连洗澡 那个脸碰头是举不起来 我是要这样子洗澡 就让水这样子 这样往上喷 我才能洗 全心全意投入其中 但刘燕婷的课业成绩 却是一落千丈 母子两人 还常常为此产生争执 我常常百思不解 为什么 可是他最后一句话 是你们要我读的那个科系啊 是你们要我念的啊 不是我自己要念的啊 我说好 你去找啊 你去找哪一个魔术大学啊 刚开始他们没有办法去做 去接受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业 就是比较低阶层的人 去做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好像出状元 我说那个只是 只是你的个人的兴趣 OK 你在兴趣上 你能够很专精 在你的兴趣上 OK 没关系 我都能接受 但是很重要有个正义吧 毕业之后的刘燕婷 不顾家人反对坚持梦想 用行动证明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他不放弃任何演出机会 也不错过任何课程 就连当兵时也特地排架 只为了精进自己的表演 因为那个时候当兵 一个月只有六零七零 对 那 但是课程的费用 却要八千块 然后我还特地打电话给我的老师说 我是军人 可不可以算我便宜一点 也因为这样 刘燕婷认识了 曾经获得WCA 世界小丑锦标赛冠军的曾颖珍 其实我在课堂上 对她没有什么印象 我对她印象就是 因为她坐得比较前面 然后真的男生呢 乖乖的 然后长得很高 然后上课的时候 然后永远都这样 就是这样一直 针 这样一直看着你 但这个看似乖乖的男生 却对小丑表演有着无比热情 让曾颖珍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就邀约她去做小丑志工 去做爱心表演 那我觉得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居然是那种很开心的说 好啊我愿意去啊 太好了太棒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孩子很特别是 她居然会很热意去做小丑志工 这个部分 退伍之后的刘燕婷 正式学习如何当一个小丑 于是她像曾经获得 WCA世界小丑锦标赛冠军的曾颖珍 败师学艺 专攻折气球项目 也因为理念相同 让两个人曾师徒成为合作伙伴 Solo的话就是你出去 我出去 你再出去 我再出去这样的 还是一个人跳两个趴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两人常常到处演出 事前彩排 几乎都是在这个小小的户外舞台上 为了今年3月11号首场售票演出 几乎天天忙到半夜两点 这个彩排排练 几乎每晚一个礼拜七天有五天都在排练 对 她白天还上班 然后晚上就去排练到一点才回来 对 事实上我觉得 哈 这样子也要排练 我也会演啊 对不对 我演得也很好啊 对啊 看着儿子忙到半夜 虽然心疼 但也只能接受 幸好刘彦婷很争气 在今年4月份 跟着师傅曾颖珍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参加小丑协会比赛 得到哲气球组世界冠军 我看到了 我好开心喔 对对对 有啊 我有掉眼泪 我赶快跑到超厂去看 有看到 自己的孩子 真的好开心啊 因为她是正面的 她是正向的 对 她是可以带给别人欢乐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就是可以带着她一起去 那很开心的是 她也在气球项目拿到金牌冠军 我就觉得 喔 真的实至名归 利用各种颜色气球搭配 在15分钟内 折成活泼生动的邦尼兔 获得评审青睐 将自己最爱的兔子 带上舞台 成功夺冠 但其实这套旅行 一度因为没有经费 而差点取收 我本来我没有打算要参加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退伍 其实我也没什么存款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情况 去跟我的老师去说 我就跟她说 小燕你这样好了 吃住我跟老师想办法 那你先把你飞机票这个部分 确定下来 她就说好 然后她就经过大概两个礼拜 她就跟我说她决定要去 当我的老师转述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 有一个老师 她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而这趟旅程里的价值 不只有带回奖杯 更让刘彦廷体悟到 鼓励肯定 和爱的重要 我觉得在国外 他们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们不会去吝啬去赞美 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对 就包含 你觉得你的表演做得不好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 他们不会觉得你做得不好 他们看到的是 你愿意上台的勇气 虽然有时候会辛苦 但是我发现她乐在其中 她甘之如饴 她做她喜欢做的事 然后她那么认真的 在那边做的时候 其实我感动到了 于是回到台湾后 除了商演 刘彦廷更全心投入志工行列 不管是育幼院 养老院 还是医院 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 每一次的表演 都让她心中充满感触 当我进去 我看到那个小朋友 她的整颗头是没有头发的 然后她的头后面 有开了一个很大的刀疤 然后 嗯 我觉得 那时候我看到她 我觉得 我很幸福 当刘彦廷要离开医院时 小朋友们的眼神 更是让她招架不住 她看着我的那个眼神 我也是摩不掉 没有想到我做那么小的事情可以 可以让她 对 那么开心 对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 也因为这次经验 让刘彦廷了解到 小丑惊人的疗愈能力 更加坚定地走向小丑之路 我觉得小丑对我来说 她是 她也传递的媒介 做小丑我到老都会一直做小丑 我会做到老 做到我离开为止 小丑 一个26岁的大男孩 毅然决然放弃成为年薪百万电子星贵 在人生的道路上转了一个弯 踏上小丑之路 不仅要带给别人欢乐 更希望这个社会不要吝啬给予爱和赞美 她要用行动证明 小丑不只是个搞笑的角色 而是个能够陪伴每个人的大玩偶 许多人的刻板印象 认为青年级生就跟草莓族画上等号 殊不知 这群外表光鲜亮丽的青年级生 敢冲敢梦想 而且很有自己的个性与原则 有一位青年级生叫做林思武 她创立了一家网络公司 而且没想到 她竟然会对中国首富马云 送上门来的一亿元合作案摇头说不 广告回来这段有趣的故事与您分享 欢迎回到寻找台湾感动力 2015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来台 成立了新台币100亿的创业基金引爆话题 却没有想到有一位青年级生 对送上门来的大把钞票摇头说不 她叫林思武 是一间网络公司的创办人 她因为破解了Google搜寻引擎的游戏规则 让马云两度派人来台 愿意送上新台币相当于一亿元的合作机会 但林思武说她不希望未来台湾网络的搜寻内容 受到对岸的牵制回绝了这样的邀请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与精神 也体验在今天许许多多我们的故事主角 这些青年级创业家的身上 我们将继续带你去寻找这股感动台湾的力量 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我是陈佳怡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